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我和傅易结婚快五年了, 在外人眼里,傅易是一个实好男人。 他又顾家,又老实,又不拈花惹草, 脾气还特别好。 我能嫁给他,真真是积了大德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出差的时候出轨了。 在我有限的人生里, 我一直认为发现了伴侣出轨, 应该是会发疯。 但是我并没有,反而出奇的理智。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不爱傅易了。 在我准备和他摊牌时, 我收到了一笔付款信息, 十万的支出。 这个婚要离,但是这笔钱不能浪费啊。 傅易是一个老实人,这点无庸置疑。 但是他更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他总觉得自己非常聪明, 我特别笨。 这点我也有责任。 毕竟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一直的人设都是粗之大业, 笨蛋美人。 所以他总觉得我不会怀疑他, 不会查他。 因此,手机上的信息并没有删除的太多。 我很轻松地就发现了他的开房预定, 因此他被抓进去,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只是我没想到他竟然有脸, 让我去给他交赎金。 老婆,我在警局, 这边出了点误会, 你来警察局接我一下。 傅易的电话在十点多打来了。 正常情况, 这个点我已经睡下了。 嗯,你说什么? 怎么了? 我疑惑的声音通过电话传到那边。 傅易明显有些心虚, 你先过来, 过来再细说, 说出这话时, 有些急促, 有些不安。 哪个警局呀? 我故作疑惑地又问了一句, 只是没想到电话那头换了个人。 您好, 我是宁桥警局的, 您的丈夫涉嫌嫖娇, 需要您这边缴纳五千元的罚款, 作为担保, 麻烦您尽快过来处理一下。 你谁呀? 怎么有我老公的电话? 我是警察, 他的话没说完, 我就把电话挂了。 笑话, 人都是我举报的, 我为什么要去赎人? 我截了图, 发了个朋友圈, 谴责了一下, 事封日下, 诈骗手段的复杂多样性。 果然发出去不过十分钟, 我的好婆婆就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夜里, 是那么的突兀, 那么的急促。 足足响了四五次, 终于不响了, 紧接着就是短信轰炸了。 刘洁, 你把朋友圈删了, 这样影响不好。 刘洁, 那是你老公, 你得去警局看一下。 刘洁, 这是应该是她被人算计了, 没完没了的信息。 我看了一下, 就把手机关了。 平心而论, 这个婆婆我对她很好, 每个月的营养品, 生活费, 衣服, 饰品, 都是管购的。 我和她之间的交流, 甚至比她儿子与她的交流还多。 想想这五年里, 每天的嘘寒问暖, 每天的母女情深。 不得不说, 我是有些失望的。 毕竟可是她亲口说了无数次, 如果她儿子出轨, 她会站在我这边的。 但是现在, 她很明显站在她儿子那边, 并且选择了隐瞒。 之前我不确定傅易出轨的事, 她是不是知道。 但是现在, 我可以确定她知道了。 傅易是在后半夜回来了, 卧室的门被敲得震天响。 我开门时, 她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刘洁, 你什么意思? 什么? 为什么不去警局接我? 你嫖娼了? 我没有。 那就是骗子啊, 我去干什么? 她还想再说些什么, 被她妈拉住了, 冲她使了个眼色。 果然就安静下来了。 看样子, 母子俩从警局回来的路上 是商量好了。 刚才的愤怒, 一半是真的, 一半是试探。 我装作看不见他们母子间的暗示, 略带迷茫地问, 你去警局了? 那小偷抓到了吗? 她面色一顿, 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抓到了。 还想再说什么, 被我制止了。 我明早还要上班, 你洗洗睡吧, 妈你也跟着忙一晚上了, 早点休息吧。 说完, 转身就爬上床了。 毕竟都后半夜了, 我可要休息好, 明天还要去警局提档案呢。 这可是最名正言顺的出轨证据, 离婚的时候肯定用得着。 复役的动作是比我快一些的, 我还在警察局和警察沟通情况, 银行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刘女士, 是这样的, 您的先生在银行, 说是您这边经济情况出了点问题, 想把您的理财产品套现。 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一丝不耐烦, 还有尴尬。 复役这是穷成什么样了, 这条路都开始走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他怎么就不能用在正经地方呢? 不用理他, 如果他一直纠缠, 你们叫保安就可以了。 好的, 刘女士, 我和复役是在大学认识的, 我是本地人, 家里做点小生意, 吃穿不愁。 复役也是外地人, 但是他爸好赌,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父母就离婚了。 后来为了生存, 搬到了这边, 这么多年, 都是他妈把他拉着大的。 说实话, 结婚的时候, 也确实是考虑过, 他的家庭情况简单。 结婚之后, 能相对自由一些, 所以我爸妈没怎么反对。 相反, 陪嫁的嫁妆给的还是非常丰厚的, 除了几套房产, 还有一笔现金。 当时我爸妈给我时, 房子还是在他们名下, 结婚后, 复役也窜多了几次, 让我去过户, 都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耽误了。 现在想想, 还是有点庆幸的。 复役在银行那边刚吃了闭门羹, 电话就打过来了, 声音听着有点暴怒的意思在了。 刘洁, 是不是你让银行的人把我赶出来的? 以前倒是不觉得这个人这么容易发脾气, 想来也是过得顺利, 这才遇到一点事, 这脾气蹭蹭渐涨。 是啊, 你特么是疯了吗? 最近一直找事,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他妈的声音。 闭嘴。 小洁啊, 这孩子这两天刺激到了, 说话有点不过脑子,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是有点不过脑子了。 是是, 他这两天生意上有点困难, 前几天从你卡里还拿了一些钱周转, 但是不大够。 这不是想到你有理财吗? 他妈这话说得欲言又止的, 我知道这是在等我上套呢。 想想以前, 我可是直接二话不说就打钱的。 哦, 这样啊, 那个卡不是我的, 你也知道我的钱都投进理财了, 那个卡是我爸的, 平时我也不怎么用, 怪不得我爸最近问我, 是不是缺钱了。 我敷衍着回了一句, 哎哟, 那是你爸的卡呀, 那这钱算借的。 小杰你看你理财的? 行, 我跟我爸说, 到时候签个欠条, 我爸说卡里钱动了好几笔呢, 我打断了他妈妈的话, 顺着借钱的话说下去。 可能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电话那头愣了好一会儿, 那行, 先这么说, 这边还要上班, 不说了。 挂了负义的电话以后, 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把负义出轨的是说了。 起初我爸还不信, 只说他老实巴交的。 怎么会这样? 我只能把从警局提取的东西 发了一份给他。 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话, 让我自己回家一趟。 刚到家的时候, 就看见我妈在那抹眼泪。 说说咱们小杰真的是命, 怎么就那么苦? 那孩子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怎么就会干出这种事? 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个事谁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人不能跟他过, 小杰回来一定要他们俩离婚。 小杰是个聪明孩子, 他知道怎么做。 我走进来的时候, 爸爸正在安慰妈妈。 爸, 傅义应该还不能确定 我知不知道他出轨的事情。 他前几天刷了一笔卡上的钱, 刚好那个卡是在您的户头下面。 我把包挂在衣架上, 在门口边换鞋边说。 爸爸妈妈听到我的声音一愣, 然后妈妈突然站起身, 朝我走了过来。 小杰啊, 妈, 没事。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还是打断了,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毕竟傅义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一定要趁他没有确定, 先把欠条搞到手, 要不然这笔钱很有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今天他们娘俩跟我要钱的时候, 我有讲过这笔钱是您的, 说您这边要用到钱。 他妈有提过打欠条。 我觉得还是去签一下欠条会比较好, 毕竟不能便宜了他们。 我把近两天发生的事情, 大概地跟我爸说了一下, 低着头想了一下。 这个欠条我估计他们娘俩不会签得那么容易, 这样, 你明天叫他们一起过来吃个饭。 吃什么? 他都出轨了, 还花得小节的钱, 我们还请他们吃饭。 爸的话还没说完, 我妈就激动地吼了出来。 我连忙安抚他, 好不容易把他安抚好, 终于静下来商量对策。 我和爸一致认为, 傅义他们娘俩应该是察觉到了这个事情。 只是还不确定我的想法是什么罢了。 毕竟在傅义的眼里, 我可是一个非常好哄的蠢女人。 她们之所以会做出去银行提现的行为, 应该只是在试探。 试探我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的反应很大, 直接摊牌, 那就破罐子破摔, 直接离婚。 有傅义这些年, 明里暗里从我身上转走的钱, 她们娘俩是可以活得很好的。 如果反应不大, 那么她们还会继续榨干我的剩余价值。 我们想了一想, 干脆将计就计。 我和傅义是夫妻, 无论是财产还是债务, 在离婚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共同去承担。 这些年, 傅义转走的钱, 基本上都是以她妈的名义, 要么就是身体不好, 要么就是开公司。 前前后后转走了也有一百多万了。 如果这笔钱是诈骗的话, 也能够判个二三十年了, 但是我没有证据, 她们也不会给我找到证据。 现在她们突然提出又要一笔钱,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当筹码, 诱惑她们签下欠条。 即便后面, 离婚的时候钱拿不回来, 有这笔欠款, 她们娘俩的信誉 应该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和我爸商量了一下, 决定让我爸出面做个引子。 小姨啊, 你最近是不是和小杰吵架了? 商量好以后, 我爸打了个电话给傅义。 爸,小杰在您内啊, 不清楚我爸知道了多少, 他也不清楚我会怎么告诉我爸, 所以接电话还是蛮客气的。 是啊,气呼呼地回来, 问了也不说, 刚还和他妈吵了架。 现在自己在房间呢, 我爸有些无奈地说, 他口中气呼呼地在自己房间的我, 看着他这张口就来得谎话, 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哎, 他前两天接了个诈骗电话, 以为我去嫖娼了, 负义的声音有些委屈地从那边传了过来。 爸, 您是知道我的, 我怎么可能做这事? 是, 你是老实的。 这应该是个误会, 那这样, 明天一起吃个饭, 到时候把误会解释清楚。 哎, 好的吧。 两个人又说了些没有。 营养的话, 我爸就把电话挂了。 挂完电话后, 脸色就暗了下来。 你这老公可没有看起来的老实啊。 我婆婆也没有, 傅一来吃饭的时候是带着礼物来的, 但是面色上有些不情不愿的。 与之相反, 我的婆婆就释放出了十足的善意。 哎哟, 亲家公? 这两个孩子都快三十了, 还像个小孩一样, 闹点别扭, 闹得这么大。 一来就坐到了我爸身边, 一边用眼神示意着傅义去讨好我, 一边开口试探我爸。 是啊, 我们家小杰从小就是脾气大, 一发起火来也不听劝。 哎, 小义是老实孩子, 这次肯定是受委屈了。 没有, 小杰这也是误会, 这种是误会了发脾气正常。 也怪小义嘴笨, 解释不清楚, 还填火。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就把出轨的这件事盖章成了误会。 两个长辈交流得一团和气, 但是我跟傅义的交流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小杰, 我都跟你说了是误会, 你看你就是不信我。 傅义说这话的时候, 还是有些不情愿的。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刚出完这个事, 就去银行动我的钱。 我看了他一眼, 实在想不明白, 他哪来的脸不情愿。 原本就不顺心的情绪, 又放大了一些。 什么叫动你的钱, 我妈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因为公司的事情出了一些问题。 那你也应该先和我说, 不问自取是违贼, 我打断了他的话。 刘洁, 你这话就难听了, 我们是夫妻, 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什么贼。 傅义被我的话, 激的情绪有些上来, 声音难免就大了。 这又怎么了? 怎么一见面就吵, 我爸抬头看着我和傅义, 一脸不悦。 爸, 公司出了一些问题, 我从小杰的卡里面 拿了一些钱应急, 他现在说我偷他的东西, 说我是贼, 傅义连忙解释, 顺带着告了一波状。 原来那卡里的钱 真是你拿的呀, 傅义的话刚说完, 我爸稍显震惊的语气 说了一句, 然后看了我一眼, 又开口。 那张卡是我的卡, 前些日子少了一大笔钱, 我还以为是小杰瞎买东西, 还骂了他一顿。 哎哟, 你看这又是误会了, 我爸的话刚说完, 我的好婆婆就出声了。 哼, 我就说了不是我, 我也掐着点抱怨了一句。 那还不是, 你之前老是乱花钱, 我爸瞪了我一眼。 都跟你说了不是, 之前也是富裕开公司, 从卡里面拿的钱,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瞎说, 给你卡的时候, 里面可是有一百多万的, 现在里面就五万块钱了。 小一公司要用, 每笔支出都也会是大支出。 我可是看了银行的账单, 之前的那些都是小笔支出, 还都是商场女孩子的东西, 一看就是你买东西了。 你不是说是公司应酬吗? 怎么全是女孩子用的东西, 我爸的话刚说完, 我立马就顺着质疑, 质疑一时没想明白, 这话题怎么跳跃性那么大, 有点愣住了。 哎哟, 这是怪我, 我的好婆婆眼看着我和我爸脸色不对, 立马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 小一那个公司之前有几笔业务, 对接人里有些女的, 这送礼的时候就是送的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说完这些, 她停顿了一下, 看了我和我爸一眼, 看着我俩脸色越来越难看。 小一, 你也是, 怎么公司账上的钱都是用你爸的卡? 我也不知道那个卡是爸的。 负义的脸色有些阴沉, 她是没有想到那个卡是我爸的。 她一直都认为那张卡是我的, 所以她用起来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小一啊, 按理说, 这卡我给小结了, 就是你们两口子的了。 但是你这用钱有点大手大脚了。 我和你妈虽然还在赚钱, 但也经不住这么花。 爸, 我这也是办业务, 您知道的, 人情流水都是用钱的, 公司的账还是要走公账。 的, 你这一直用私账可不行。 眼看着我爸的语气越来越重, 负义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我知道。 我又该出场了。 爸, 你卡都给我了, 还管这么多干什么? 不就是用你点钱了吗? 大不了, 给你写个欠条, 负义又不知道那是你的卡,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闭嘴, 那是一点钱吗? 我看你这些年是好日子过到头了, 我和你妈小半辈子的积蓄, 到你嘴里, 就一点钱。 说都不能说两句了。 你也说了, 是给我的, 那现在花都花了, 还说那么多干什么? 那公司维护, 本来就需要花钱, 又不是没赚。 我给赚回去不就行了吗? 我看你是能耐了, 你转给我看看。 负义, 你手头的钱转过去, 省得他老觉得我们花他钱了, 我和我爸一人一句地把负义嫁了起来。 负义在听到我维护他的时候, 脸上还露着一丝得意, 但是听到我让他转钱时, 立马就破防了。 手在桌子下扯着我,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公司账头上现在没有什么钱, 怎么转? 我的那个理财, 提前拿出来, 要操作三个工作日。 你先把钱转给他一点, 我回头就给补上。 你说你这脾气, 果然, 一听到我理财的钱可以拿出来, 负义就松口了。 爸, 别吵, 小杰这脾气您也知道。 他确实没乱花钱。 公司盈利的钱在账上, 我转到卡里。 小姨啊, 爸不是这个意思, 那卡给他就给他了, 是想告诉你俩, 不要乱花钱。 你俩存点钱过日子, 你说你俩现在还没有孩子, 以后生了孩子之后, 又一大笔开支。 那卡还是放你手里, 但是公司的工账和私账 还是要分清。 爸说的是, 我转过去, 负义一听, 卡还在他手上, 大概是想着 这钱不过是左手套右手。 为了后面能从我手里再拿钱, 正面子上的事, 他还是要做好。 说着就开始转账, 操作好以后, 又开始安抚我的情绪。 好说歹说, 终于把这顿饭吃下去, 出门的时候, 我找了个机会, 又和我爸吵了一架,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他两边都没拉住, 只能跟着他妈一起回去了。 而我和我爸, 没过半小时又聚在一起。 行了,卡挂失了, 我去补一张, 换个密码。 你是回家, 还是打算干什么? 我回家呀。 当天晚上, 我正在吃饭呢, 负义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你没回来吗? 我明天回。 那行, 你好好跟爸说话, 别再惹他生气了。 我和负义聊了一会儿, 就把电话挂了。 为了把财产最大化的掌握在我手里, 我陪着负义又演了几天戏, 确保家里的钱都在我爸名下后, 我和负义提了离婚。 负义明显一愣, 但是转瞬间就反应过来了。 刘洁, 你怎么那么多心眼? 彼此彼此。 虽然说出轨是我的错, 但是全天下的男人哪有不出轨的? 你不要揪着这点事不放, 饶食我已经对他失望了。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还是难免有些又加深了失望。 等我把离婚协议发给他时, 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跑到我家时, 整个人都有些癫狂。 你说离就离了, 我不过就是出个鬼, 当年你跟我谈恋爱时, 刚跟前男友分手了, 我都没有介意, 不照样求你结婚吗? 刘洁, 我跟你结婚这些年, 什么事都让着你, 在你面前我跟三孙子似的, 你不就仗着你有些家底儿吗? 对我和我妈忽来喝去的, 你矫情个什么劲? 就你这脾气, 能找到我这样的 已经三辈子有福了, 你闹什么? 我在屋里, 听着外面框框的杂门声, 伴随着傅义歇斯底里的吵闹, 隔着门, 给他打了电话。 傅义, 我觉得夫妻一场, 好聚好散, 没有必要闹成这个样子。 什么好聚好散,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把我定义成过错出轨, 离婚的时候可以多分一些钱。 怎么说呢? 傅义这句话, 说得倒也没有什么毛病。 从我知道, 他出轨以后, 我就一直在想着婚内财产分割的事。 过错方, 是没有资格拿那么多财产的。 而我的资产又全是我父母的, 他作为过错方, 不仅不应该拿到, 还要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 我知道他不会好好离婚, 所以, 只能委托了我的律师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 我本想的是他收到传票, 应该会疯狂地报复, 但没想到他先挽起了苦肉计。 小杰, 这是我没交好, 傅义上门来道歉, 是在收到传票的第三天。 我刚起床, 门口就传来敲门声。 我坐在椅子上, 看着家用监控里, 傅义站在门口, 他妈妈卑躬屈膝的样子, 只觉得有些反胃。 阿姨, 你不用这样, 我的语气听着十分清冷果然, 外面稍微安静了一会儿, 就热闹起来了。 即便隔着一道门我都能听到, 门外传来啪的几声。 通过监控, 清清楚楚地看到傅义脸上 明晃晃的巴掌印, 想来是被他妈打了。 我站在房门口, 看着傅义肿着一张脸, 低着头在那解释着, 老婆, 我。 看她的样子明显是想解释, 但是我不可能给她这样的机会。 离婚吧, 我平静地说完这三个字, 原本还夹杂着咒骂的空气, 瞬间凝固了。 我知道错了, 不离行不行, 傅义明显一愣, 面上立马透着愤怒, 但是转瞬间就反应过来, 她是来唱苦肉计的。 压了压怒气, 我知道错了, 你给我个机会, 我绝对不再犯, 她还在道歉。 但是我不想再看到她的嘴脸, 打了个电话, 叫了保安。 保安来了之后, 好不容易把她赶走。 小区群里炸了, 你们快看, 小区门口有对母子在撒泼。 怎么回事? 说是儿媳妇贤贫爱妇, 把家里钱都转走了, 要和她儿子离婚。 我去, 这么刺激。 我拍了视频, 围了好多人看热闹呢。 视频里, 傅义在拉着他妈, 他妈坐在地上, 一边哭一边说, 哎呀,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 结婚没遇到好男人, 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拉着大, 好不容易结婚了, 还碰到个狠心的女人, 把家里钱都转走了, 死活非要离婚。 哎呀, 这娘俩过得真不容易,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的, 弄得他们娘俩 跑到小区里面闹。 我知道是谁家, 是我们那栋楼的。 什么情况, 说出来听听。 这娘俩刚还在那女的家门口认错, 被保安拉出来的, 群里的信息不停地发着, 我看了一会儿, 就把手机放下了, 刚放下没多久, 物业那边就来了电话了。 业主您好, 这楼下的娘俩是您家的私事, 能不能麻烦您处理一下, 已经影响其他的业主了, 你们可以报警。 啊, 许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那边愣了一下。 哦, 好, 那不打扰您了。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没过一会儿, 警察就来了。 我和傅义再见面, 就是在警察局, 他和他妈被小区 以影响治安的原因举报了。 我也是当事人之一, 所以要过来做笔录。 一见面, 傅义就过来拉我, 我连忙躲开。 刘杰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不离婚了。 我可不觉得你知道错了, 你们娘俩在小区 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找了个距离 他有点远的地方站好, 他看我躲着他, 还想来抓我, 被警察拦住了。 老实点, 这是警局, 不是你家。 好好说, 不要动手动脚的。 说完还示意地 看了他一眼, 然后把我们分开了一点。 开始路比路。 你们跑到小区胡闹, 这样是不对的, 知道吗? 警察同志, 我们怎么能是胡闹呢? 我们就是想着 劝劝儿媳妇不离婚。 在门口哭着喊着说 别人拿你钱, 这可不是想过日子的表现。 我听他妈说完, 立马就呛了一句, 那也是你把钱都转走了。 笑话, 那本来就是我爸的钱, 我转给我爸, 怎么了? 什么你爸的钱, 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一听我说这话, 负义就急了, 站起来, 指着我就开始叫。 那张卡是我爸的卡, 他可没签赠与协议, 和你结婚的是我, 我父母的没跟你结婚, 他们的钱可不属于夫妻财产, 我头都没抬, 就直接回了他这一句。 他还想再说什么, 被警察制止了, 只能恶狠狠地瞪着我。 我装作看不见, 慢悠悠地开口。 警察同志, 我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娘俩, 损害我的名誉。 我这有证据, 群里有人拍了视频, 说着拿着手机给警察看。 然而这个动作, 又进一步刺激到了父义娘俩。 贱人, 你特么想害我, 父义又站起来, 指着我开始骂。 你看, 这还在警局呢, 这人就这样。 我假装有点害怕地向警察鞭挪了一下, 警察看了他同事一眼, 示意控制一下父义, 然后又看了我一眼, 你不要刺激他。 我立马做好, 警察同志的话还是要听的。 我和父义在警察局录录录, 录到晚上, 因为他多次咆哮, 最后成功被拘留了, 他妈不情不愿地交了罚款。 我出门的时候, 他妈还恶狠狠地看着我, 那眼神像是要吃了我。 我转头就和警察告状, 警察同志, 你看他们娘俩的眼神, 这是要弄死我, 我这两天要是出什么事, 一定是他们干的。 我还想再说什么, 就被警察一脸嫌弃地推了出去。 傅义在警局待了一晚上, 第二天中午就被放出来了。 毕竟只是警告, 不可以关太久。 但是我忽略了这人的脑子受不得刺激, 他刚出来, 就又跑到我家门口闹了起来。 刘洁, 你个贱人给我出来。 妈的, 小婊子, 想害我, 你出来, 我弄死你。 他手里拿着不知道从哪捡来的砖头, 疯狂地砸门, 原本还想看热闹的邻居, 都被吓得进屋了。 我在屋里, 一边找东西堵着门, 一边打电话给警察。 我这边是昨天路比路的刘洁, 傅义现在在我门口。 手里拿着板砖要来弄死我。 你注意自身安全, 我们马上就到。 街线的民警显然对昨天的事有印象的, 立马就清楚了发生什么事。 傅义在门口闹了有十来分钟, 他们就过来了。 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不要冲动。 我躲在屋里, 听着门外的动静, 傅义在看到警察以后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又骂了起来。 你个贱人, 你特么又报警。 然而只是骂了一句, 就听到一声啊, 之后就是警察敲门。 人已经被控制了, 你出来, 跟我们再去局里一趟吧。 我在屋里, 把堵门的东西一件一件挪开, 顺带着把监视器的内存卡拿了出来。 等我开门的时候, 就看着傅义被两个警察按着, 一见到我就十分激动。 好在距离远, 又有警察没有伤到我。 到了警察局, 我把内存卡拿给了警察, 因为证据确凿, 傅义又有之前的案底, 这次很快就做完笔录。 傅义也因为有危害性, 被暂时拘留。 法院开庭时, 傅义是被警察带过来的。 开庭非常顺利, 我这边证据确凿, 这个婚离的也是极其快的。 婚内的财产, 她只分到了百分之十。 我走出法院的时候, 看着万里晴空。 一瞬间, 觉得十分舒爽。 傅义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非常沮丧。 我站在门口, 看着她被警察带着坐在车上, 渐行渐远的身影。 我想, 我们应该不会再见面了。 她在警局被拘留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 我把我们婚房里的东西清理了出来, 她的东西寄给了她妈, 我的东西搬到了我爸妈那。 房子换了门锁, 在二手房网站上挂了信息, 准备卖掉了。 为了防止她被释放后骚扰。 我们, 我爸妈还把之前出租的房子收了回来, 我们一家人, 收拾收拾都搬了进去。 果然, 傅义出来以后, 先是去婚房闹了一次, 又跑到我爸妈原来住的小区闹了几次。 每次都是被保安赶出去, 然后没有再过去了。 我在小区群里看到, 有人说她在打听我的消息。 为了我和爸妈的身体健康, 也为了散心, 我还特地抱了个旅游团, 出国玩了一圈。 我们在国外玩了一个星期, 回国后, 又在国内玩了一个月。 准备回来时, 我收到了朋友发给我的信息, 傅义要结婚了, 结婚的对象是她出轨的小三。 我一直知道, 傅义当年费尽心思地追我, 是有他自己的用心在的, 但是我自负, 一直觉得像他这种老实的人, 我应该是可以把握得了的, 也一直觉得在我们俩的这段感情里面, 我是主导者,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隐忍这么厉害。 先是不声不响地挪钱, 再是出轨。 他们婚礼办得极其隆重。 办婚礼的酒店, 选的还是我们结婚的酒店, 但是套餐比之前的要贵好多。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选择这个酒店, 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他过得有多开心, 但是我并不在乎。 他们婚礼结束之后, 傅义带着他的老婆 用我们共同朋友的手机 给我开了视频。 我把他删了, 他联系不到我, 也不知道我去哪完了, 只能在婚礼现场, 通过别人联系我。 他老婆挺着个大肚子, 看样子怀孕好久了。 刘洁, 法院判的你该给我的钱, 是不是要把钱打给我了? 期限并没有到, 我会准时打给你的。 那就好, 他原本打电话是要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 但是接通了以后, 只是要了钱, 说完这几句话, 就带着他老婆走了。 我朋友一脸尴尬地 出现在手机屏幕里, 我和他聊了两句, 就把电话挂了。 挂之前, 我还听到他老婆讲, 钱到手了, 你可要给我买一个包包。 咱可是说好的, 好, 买, 不就是一个包吗? 给你买两个。 我就看到朋友 原本就充满嫌弃的脸, 更难看了。 傅易结婚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探给他的钱, 我也打到了他的卡上, 原来的婚房也卖了出去。 没了他们一家的骚扰, 我过得非常惬意, 工作都升职了。 我这边升职加薪, 好事不断, 傅易那边就稍微有些一言难尽了。 当初参加他婚礼的朋友, 告诉我, 傅易又在闹离婚了。 我一愣, 怎么真爱也经受不了婚姻吗? 他从我这里分来的钱, 没有多久就被花完了。 钱花完了以后, 他和他老婆的争吵慢慢地就开始了。 他俩的争吵一直持续到他老婆生孩子。 孩子生下来以后, 傅易只是看了一眼就确定了, 这个孩子并不是他的, 因为这个孩子金发碧眼的。 听说他们大吵了一架, 闹得不欢而散, 最后还是把婚给离了。 傅易离婚没有多久, 又特么舔着个脸, 过来找我复婚了。 为了阻止这个恶心的男人继续骚扰我, 我把他公司偷税漏税的事举报了。 果然他忙得焦头烂额的, 没时间来烦我了。 这是他应得的报应。